欢迎大家来到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记者会 先介绍台上两位 想问一下 现在就有6个人死了 因为接种完科兴之后就有6个人死 最近的时候 事实上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接种疫苗 之后出现的严重事故 大家的信心就受了一些影响 所以看到比起开始的时候 反应是慢了下来的 所以也表示我们有空间可以扩大组别 而事实上也有很多其他不在优先组别的人士 都问他们想打 但是他们现在未有得打 其实现在是不是都做不到这个目标 政府怎样可以恢复市民的信心 例如有些专家说 防疫方面的缺口 各位,谢谢 关于即时公布 好,记者会辩职,多谢各位 不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